哈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在我的频道里,我大大小小也做了十多期Note系列的节目了 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期三星Note系列的节目 不管你用没用过Note系列 Note系列绝对是三星激黄般的存在 而且我个人一直觉着 三星真正的激黄其实就是Note系列 除了现在它没有Note系列了 我们可能把激黄移位 无论是S好还是Z也好 但是S和Z算是两种方向发展 并不像以前Note系列绝对的统治力 Note系列在整个手机行业里面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它这十多年精彩的一生 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味和纪念的 这期节目你们可能觉得我会从Note第一代到最后一代 然后给你详细说说参数就结束了 那是不可能的 虽然说每一代我会稍微提及一下 但是参数这种东西 以前的手机放到现在来看 那基本就是没有必要提的存在 没有意义 首先Note系列给三星手机 或者是说整个手机行业 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又开拓了什么 其次就是说三星为什么要把这个系列砍掉 而三星绝对不可能是一两年的时间就把这个系列直接干掉 你仔细去看 你仔细去发现 其实是能发现出来 它是从哪一代开始逐渐让Note走下神坛 在2011年三星推出了Galaxy Note系列 这个系列一问世 基本可以说凭借当年三星的绝对势力 就把整个大屏手机的风波带向了世界 而且以它的销量来看 其实人们还是能接受或者说需要一个大屏手机的存在 当时的手机只有5.3寸 但是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非常大的手机了 现在的手机你6.3寸都算是小屏旗舰了 所以说这个时代的发展和比例的变化 可以说是一直在不断的改变 Note一代相较于同年的S系列 其实来说差距还不算太大 无非踮进了两个方面 一个是大屏一个是S噸 而这两个方面其实一直到现在也是Note系列的一个精髓 首先我来说一说 我们到底需不需要S噸 或者说现在书写能占多少 这么说吧 虽然说现在语音转文字非常的方便 但是以我个人而言 如果我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 个人认为书写永远不会过时 而且书写永远不会替代 书写一张白纸上面 我可以语音转文字 但是如果我用书写的方式来写写大哥画一画 随时性 即时性 还有那种书写的这种安全感 或者是说效率 都是无法通过打字或者是语音输入来解决的 所以说Note系列的S噸是绝对有必要存在的 即时以后发展的非常非常庞大了之后 我觉得书写这个东西依旧不会过时 而且每个人都非常需要这种感受 和这种即时性所带来的效率 所以Galaxy Note系列推出了S噸是绝对有必要的 而且至今目前来看S噸一直在发展 也是正确的方向 同样S噸出来了之后就要求了书写面积一定要大 毕竟你写东西嘛 面积越大而书写的感受越好 从而Note系列大屏也因为S噸而诞生了 其实是这个逻辑关系 三星事先决定了S噸 后来这个S噸决定了Note系列的样子 然后Galaxy Note1出来了之后 销量还是非常的不错 三星也没有预想到大家对这个大屏非常渴望 所以在第二年的8月 三星就发布了Note2系列 而这个系列也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常规升级的系列 Note2相较于Note1把屏幕提的更大了提到了5.5寸 但是其他的基本来看还是常规的一些升级 最重要的还是经典系列Note3的出现 在13年三星在全球一共发布了两款Note3 一个是Note3系列 一个是Note3 可以说是FE系列吧当时的 只不过那个时候叫Neo 我们先看Note3 在Note2的基础上屏幕又是加大了 加大到5.7寸 三星在2011年 大家都还接触不了5.3寸的时代 只通过了两年时间 直接把这个手机 而且因为当时你知道手机的屏占比没有太大 所以说当时的5.7寸 真的拿在手里已经感觉非常的大了 为什么说Note3是一个经典的一代 因为Note3也奠定了Note的一个工业设计 也就是说棱角分明 而且在S Pen上也加入了悬浮菜单 悬浮菜单一直就是S Pen的灵魂 抽出来之后直接谈出来 包括Godelock里面的Pantastic 一直也对它进行着不断的美化 而且也有Note3系列的这个经典小动画 所以Note3在工业设计上 让Note系列定位成功 更加商务 更加有棱角分明 也就是说四四方方的感觉要逐渐出来了 而S Pen也有了这个悬浮菜单 所以Note3在这个Note的历史里面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014年 2014年三星发布了Note4和Note4E Edge这个曲面屏 其实Note4相较于Note3算是一个小水桶升级 没有太大的一些改变 只不过它加入了2K屏 但是当时你可以看到S4和Note4 其实就稍微有了一点这种混淆不清的感觉 这也就是一个小隐患 只不过不知道当时三星发不发现 虽然Note4大家可能有点失望 但是三星祭出了一个大招 那就是曲面屏 当时一出的那种震撼程度 就像是第一次摸到Food的 或者第一次展开Food的那种感觉 好像感觉要比Food还要震惊一些 我是这么感觉的 当时Note4定价是700美元 它直接贵了250美元 所以说卖的也很贵 毕竟是新技术 三星也没指望它销量有多高 毕竟是一个新的东西 只是让大家逐渐接受 或者说就是秀肌肉吧 但是这个曲面屏 三星秀肌肉的一小波 却是今后乃至到现在大多数厂商秀肌肉的一大波 虽然说现在三星已经逐渐的把3D屏变成了这种2.7D 只有在Ultra系列上可能才会看到这种曲面屏 已经不太爱玩了 但是目前其他厂商你就可以看到 非常痴迷 首先曲面屏确实好看 Note4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更新 但是Note4E的出现 让人们眼前一亮 而且也奠定了今后三星玩热弯玻璃 扎实的存在 然后15年三星推出了Note5 Note5的尺寸就没有再大了 依旧还是5.7寸的大小 毕竟当年的屏占比的水平 你要再大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而且电池相较于Note4的3200还小了200毫安时 到了3000毫安时 难道三星预判了什么 Note5其实算是一个发展比较稳定的一个手机 Note5当时的成像我记得非常不错 我当然记得彭总他自己一直在用的手机 除了之前的HTC 好像就是Note5他用了一段时间 他那期的评测对我来说也非常受益 Note5的话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经典或者升华 但是他做到了Note系列一种稳定的持续发展 如果他说他给三星的Note系列或者说SRU带来了什么 那可能就是S10的结构变成了这种弹出式的 这种弹出式的结构不光解压 而且抽出来那一瞬间 但那种仪式感也是非常的足 三星在16年就直接发布了Note7就没有Note6了 步子跨了有点大 Note7这里就不再说什么了 怎么说Note7就是一个美丽的遗憾 不管是谁对谁错 你要想得到真正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的评论区你肯定能找到答案 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 不再去浪费时间口舌去弄这点噱头了 我只是想说不管谁对谁错 Note7的爆炸事件 它绝对是三星攻关最失败的一次 也是非常重要失败了一次 可以说是一个三星在内地的一个分水里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Note7 Note7当时那个双曲面屏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但就是因为它的R9那个处理太极致 导致压迫了一点电源模组 可以说是好看付出了代价 非常的可惜 当时Note7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Note7它的大小还是维持在5.7寸 所以说这个大小三星一直用了好多年 然后它的电池当时是提到了3500毫安时 所以说一下子跨步非常大 你要知道Note5才3000 到时候直接提了500 3500毫安时 也就是提了这3500毫安时 导致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可以说是一代饥黄的陨落 然后三星就缓了一缓 在2017年推出了一个NoteF1 其实也就是Note7F1 价格的话是直接下调了200多 然后缓冲了一下 电池也逐渐变小 变成了3200毫安时 大小一就是5.7寸 其他的处理器和其他的东西相隔一年没有变 其实就是在变向的这个减钱 到了2017年Note8依旧是正式向下 而且Note8的销量其实也还不错 可能三星Note7的这个视件 只是说对于这个它的Note系列在全球的影响 其实还是不算很大 因为当时S8往后 Note8就已经取消了这个实体的指纹按键 都放到了背后了 再加上它的曲面性做的很极致 所以它的这个屏占比上来了 因此它的这个大小 首次就达到了6.3寸的大小 也就是说Note8在2017年 让三星的Note系列上升到了一个6寸以上的一个时代 同样因为电池的原因 这次的电池依旧是3300毫安时 也没有像Note7一样 3500也就是说变小了 相较于NoteF1只提了100毫安时电池 通过这个Note系列爆炸时间往后 其实对我们用户来说也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三星用到了凝胶电池 往后呢这个电池的隐患 可以来说更加的安全和保险了 Note8和Note9其实它们俩差别也不大 都是常规的水桶升级 而且呢价格是真的提上来了 17年之夜就是950刀 而18年的这个Note9之夜就是1000美金起步 所以说真的贵绝对的贵 Note8相较于三星的这个Note系列发展 没有起太大的决定性作用 就是一个很稳的这个旗舰 各方面都做的非常的满 唯一说一点可能在工业设计上 就是说防暴盾第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的事业里面 这个防暴盾一直到S10 用到S10我们一直以为只是开始 没想到就是结束了 Note8没有其他的 就要在我看来就是防暴盾 它一个亮点的出现啊今后 到Note9呢这个18年 价格直接提到了1000美金啊 这个电池直接上到了4000毫安时 从333直接蹦到了4000毫安时 而屏幕呢只是大了一点 从6.3变到了6.4 其他的一些配置我就不说了 呃外观的话只能说是屏占比更加激进了一点 毕竟屏幕大了 啊后面的话这种设计就因人而异了 个人我觉得啊其实是不如Note8好看的 毕竟这个指纹识别放在了这个下面啊 越复杂越多的雷坠啊 看起来就越不精简越不好看啊 唯一说Note9能给我们三星这个Note系列带来什么呢 啊我个人来觉得就是S-Pen的这个蓝牙功能 在Note9上啊正式出现了 这个蓝牙功能一直用的放到现在啊 无论是有了DEX啊 无论是远程操控 一个远程操控一个小遥控器啊 这个功能可以说是让S-Pen啊更加的全面化啊 详细的视频咱们都做过 但是很多人说如果S-Pen加上小摄像头就更好了 哈哈 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2019年 2019年呢三星在全球的Note10上啊 这个一共发布了四款 Note10、Note10加、Note10 5G以及Note10 FE啊 有的在国内发 有的没在国内发啊 Note10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啊 因为Note10可以说是奠定了挖控屏 三星近几年的这个工业设计 目前来讲的话这个设计也比较成功 到现在来说都是这么个样子 无论到现在的S2U还是之前的Note20U 而我的频道也是正式从三星S10这个时代 Note10这个时代开始做起来的 所以说我对这个时代 先于时代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啊 可能我也先于时代 然后呢这个近几代这个Note系列 你会发现并不像之前那样有绝对的统治力了 其实三星从S10这个时代个人来看 它就已经萌生了一个 让Note系列逐渐消亡的这个念头了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因为Note10和S10这个系列 是首次没有拉开差距的一次系列 在以往这个Note系列是绝对的霸主地位 无论是价格差价 还是它的整体性能配置 甚至说出的一些新的功能啊 至少不管有没有用 能让我们看到改变 虽然说之间也有这种相重叠 或者说没有太大差别的这种升级的感觉 但是它和S系列一直是有差距的 当时Note10我记得做完先行者的活动 和S10相比 S10当时先行者活动 就是都说盖版 就是5699 Note10好像做完了活动 也就是贵个四五百块钱 以往的话 它不可能贵四五百块钱 以往Note10系列相对于S系列贵的都是一千五或者一千往上 甚至你看到在配置方面 S10和Note10甚至是互有胜负 Note10消的很多 Note101080P的屏幕 后面侧的也没有了 是吧 也没有了3.5毫米的耳机孔 你在Note10和S10上面前 我以往我只需要考虑我喜不喜欢正方向的造型 或者我需不需要Spen 但是有了S10和Note10你就会发现 我不光要考虑这两个点了 我还要失去2K屏幕 我还要失去3.5毫米耳机孔 我还要失去组传了10天按键测量 给了我们一个信号 就是三星已经逐渐的缩小 这个S和Note10系列之间的差距了 不光是重叠 价格也在缩小 配置甚至是互有胜负 这个就很神奇 然后到了Note20系列 那就不是互有胜负了 那Note20是什么玩意儿 只能说Note10 Note20这两代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 其实说他们都在吃S的老本 S10可以说是有了很多新的突破 导致Note10看起来就平平无奇 只有方正形造型和S pen S20绝对的满分机型 但是到了Note20 你可以看一下 出了两款 一个Note20 一个Note20 Ultra 这两个Note20我就不说了 先说Note20U 这个顶配 它其实也就是在优化 S20U上面的一个超高变数 所带来的一些软硬适配的问题 你要说Note20U 有什么新的一些功能来讲的话 其实都还是在吃Note系列的老本 没有太大区别 Note20我就不说了 那纯粹就是扯淡 你S20都直接出高刷了 你Note20来一个60赫兹 你塑不塑料机身 这个无所谓 因为你只要是能做的好看 对我来说带壳都是一样的 我不图这个手感 但是你弄一个60赫兹 在那个年代来讲 不可饶恕 也被我平静了个人节目里边 最失望项下比最低 最扯淡的产品 你卖的便宜也行 但是你卖的还非常的贵 比S20系列 因为它还是稍微能拉开点差距 它卖的还很贵 那个手机就非常匪夷所思 而且Note20直接就出了一个屏的屏幕 当初S20至少人家还是一个2.7D 这是四曲非曲的感觉 你直接来一个纯屏 塑料机身60赫兹 这已经不是Note系列的F1产品了 这完全就是当时S20 FE的产品 但是S20 FE一出 你会发现 人家S20 FE拿出来都要虐你Note20 FE 所以说Note20在那个年代 三星就已经给出了一个信号 就是我已经不太想出这个系列了 这个系列有点累赘 好累要出那么多手机 所以说这个信号也非常的明显 导致在S21出现了之后 Note系列就停产了一年 然后如果我再出S21或者是Note21的话 它们俩仅仅的差距还是造型和比 所以索性就让S21U屏幕变大一点 然后适配S10 那些喜欢用笔的 你别说我没提过你这个东西 别说我给你断下了 我再挣你一包外设的钱 所以三星知道可能这两个系列 仅仅也就只差一支S Pen的功能了 所以这一年Note系列基本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就各种猜到底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没有了 系列是不是没有了 但是那个时候同年 Food3就起来了 Food3支持了S Pen 当Food3支持了S Pen之后 我想说的问题就是 手机上面的那支笔 可以说正式沦为了一个辅助的小工具了吧 可以说是可有可无了 因为这个S Pen 我一直说做节目 你在手机上 无论是长期书写 它比又细 长期书写拿齿的感受 而且三星历代这个相机模组 你都放不平 你举着放平怎么写 它都不能长时间输出生产力 所以Note系列的那个小的S Pen 只能说就是解决一个燃迷之急 你要真的想要生产力 随时随地 目前最完善的 它就是Food3上面的那个Edition 虽然说不能插进去 但是给用户多了一个选择 所以说你需要S Pen在移动端 个人觉得Note系列的长期的用户 只要是不对那个造型痴迷 真真正正 每天都用S Pen的人 目前来说应该都换到了Food3 Food3是绝对的 这个Note系列的消亡加速器 而且Food3是绝对应该配笔 而且它也配得上笔 而且它也会让移动端的S Pen 更加的舒服 所以Food3在这么一出 我的节目在这么一体验 不用我说 你也就应该很明白 Note系列可能真的就 跟我们再见了 所以大家都在觉得 没有了的情况下 三星又来了一个S22U 这个操作就实属秀到了我们 S22U的出现 可以说三星给自己的整个Note系列 或者是Note团队 送了一个最好的告别礼物 那也就是S系列里面迎来了Note系列 Ultra是一个最高规格的配置 并不能说的事是一个系列 任何东西都可以Ultra 你看今年的平板也有Ultra Ultra没有任何东西 也没有任何情怀 它只是一个最高标准的规格 所以三星把Note系列依旧是作为他们心中的绝对机皇按到了S系列里面的顶配里面 以往很多粉丝都说S好用Note好用 S好用Note好用 我喜欢S我喜欢Note 我喜欢S的造型 我喜欢Note的造型 我觉得笔没用 我觉得笔有用 我觉得Note系列太贵了 根本不值这个钱 我觉得Note系列才是身上的机皇 现在不用打了 大家都穿一家人了 S2U目前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很满分的一个手机 但是还是那句话 手机发展到这个年代 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头了 直白手机 我觉得也就这样了 除非再往后你平下摄像头技术更加成熟了 其实也就是这个样子 你还能发展成什么样 没有什么天花烂归的东西了 S2U出来了之后 接替了Ultra系列 对于三星来说是绝对的血转 因为以往的话 你要在两个系列 这么说吧 你今年来选S2U和Note22U 如果真的出来了之后 你让三星怎么出 或者说你怎么选 还是那句话 正方形和Spen 如果仅仅只是因为正方形和Spen的话 那三星怎么定价 就又像那年S10和Note10一样 很匪夷所思了 这比当年S10和Note10还要难选 因为如果今年真出了两个Ultra 一个SUltra 一个NoteUltra 大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 而且它俩的差距 我觉得你让三星怎么去区分差距 没法区分 Note20和相较于S20 毕竟Note20可以在S20上面 因为第一次出现了一种高倍变数 导致的软硬结合 不太特别完美的情况下 做一个小修补 可以出的更加完美 到目前来说 三星的高倍数做的这么成熟 你Note2U出来 根本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纯粹就是浪费精力量费财力 再去举办一个发布会 所以说Food现在绝对已经完全接替了这个Note系列 而且这么说 如果你用了Food3 我个人觉得很少有那些能再缓 我不能说绝对 应该大部分人还是不会换回那个平普通的纸板手机了 可能你备用是纸板 但是我觉得让你再去抛掉那个大屏的感受 我觉得确实抛不掉 你像现在我来说 S22 S22加S22U 如果都摆在我的面前 再放一个Food3的话 甚至是Food2 我都会去选择Food2来作为日常的长时间使用 确实是质的飞跃 确实是舒服 因为这块屏幕 我能忍受很多折叠带来的不便 或者是怎样 毕竟可能说我的工作 学习生活 或者是娱乐 真的需要这个面积的屏幕来帮助我 辅助我 这期节目我们也不矫情 就是带大家讨论两个问题 这个Note系列给整个手机行业 或者三星Note系列带来了哪些东西 留下了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三星到底是从哪一带开始逐渐萌生这个念头 而且又是为什么Food系列有了比 就是一个Note系列的消亡加速器 这个我在Note系列上面的节目已经做得很详细了 也都是给大家说明的 好了 这期节目应该就到这了 我也最后也不搞那种恶心的什么抒情情怀 毕竟手机这个东西都会陪伴每个人一段时间 确实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有的人可能我突然想起一个机型 比如说我 我突然想起了S7 我就会一瞬间拉回到我当年S7 我带着S7去东南亚去旅拍啊 和一些好朋友的一些美好回忆 可能每个人的Note系列或者是手机都会伴随你一段的时间的这个履历啊 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它虽然是一个冰冷的科技产品 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一个不离手的存在 所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同样我在之前做S2U的时候 我也征集了大家Note系列的故事啊 这里呢可能不能全部展出 但是我依旧尽全力把大家用心写的长篇啊 都给大家展示出来 也算是我们对于Note系列做一个不错的告白 好了最后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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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